这是一个充满激情的舞台 这是一次身份自我的机遇 这里高手如鱼 震撼人心的表演 让人大开眼界 叹为观止 这里平音会飞 可寻梦想的勇气 让平凡的生命 战幻光芒 黄金币百秒 百姓舞台 百秒争锋 让平凡的你看到不平凡的自己 你准备好了吗 你看我费劲了 就是后费刚才有点吹牛 我们的模特 之前没有戴安全帽的时候 被砸之前只一米八 由于被砸过之后 现在变成一米七 感觉当下有点晕车了 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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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带你来吸吸 过去猫猫走 走 啊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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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闪闪亮 闪闪亮 点亮心中的梦想 闪闪亮 闪闪亮 阳光摇远光芒 啦啦啦啦 闪闪亮 闪闪亮 舞台都为你点亮 闪闪亮 闪闪亮 世界自从未马光 反光 是金子总会发光 亲爱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黄金100秒 其实此刻我们的黄金观众 正在线上等待 你们好 你们好 好的 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 各位黄金观众 人生需要一次挑战 哪怕只是100秒的时间 真诚地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通过我们屏幕下方的报名方式 来挑战我们的黄金舞台 并祝愿各位能够挑战成功 好了 今天我们的一号选手 已经准备就绪 是 让我们马上掌声请出 一号选手张玉环 有请 嗨 你好 你好 主持人好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张玉环来自湖北贤民 是一名退休教师 湖北贤民我们老乡嘛 我也是湖北人 对 那您曾经应该也是体育老师吧 不是 我是美术老师 然后还教一些舞蹈啊 音业 那就不容易了 对 我们是因为刚才超超问这样的问题 其实观众也会有这样的疑问啊 应该这个张老师一上来之后 身材非常的好 对吧 其实这个问题呢 既考电视机前的观众也考考超超啊 你猜一猜咱们张大姐的年纪 那我觉得就是最多最多40 就是看您今天的状态 谢谢 您能不能告诉我们究竟是 我今年54岁了 54岁 哇 确实不像啊 54岁太夸张了吧 那但是真的就健身就是 就会让人变得很年轻吗 对 在我健身之前 的确感觉自己就是衰老得很快 外甥女出生之后的话 我去那个幼儿园去接她的时候的话 就是不希望人家看到她的外婆 很脑态啊 或者怎么样啊 然后我就开始改变 那是几年前的事 六年前的 那就是不到50岁的时候 对吧 48岁的时候 去接外孙女都不想让别人觉得自己老 对 那您这个自尊性确实强了这样 是 张大姐您去接外孙女的时候 肯定经常被误认为是她的妈妈 会不会 对 经常会被人家误以为她妈妈 然后我外孙女也是特别调皮 她也就顺着别人说 也就会喊我妈妈 是吗 对 应该叫姐姐 那您是今天一个人来吗 你有看到台下还有很多姐姐 对 我们是都是健身爱好者 然后都是从网络上面认识的 网上认识的 网络上面认识的 网友 网友 其实都是她的粉丝 对吧 也就是 今天自带粉丝来的是吧 来 咱们掌声有一些粉丝团闪亮登场 掌声有请 欢迎各位 都是神仙姐姐 都很漂亮 小姐姐 由于刚才张大姐呢 已经给我们有心理上的铺垫了 这个张大姐是54岁 看起来那么年轻 您今年50几岁了 我69年的52岁 也真的是50多岁啊 假的啊 我还想开玩笑 真的 我还以为也就四十多岁了 对 其实四十多都不像 是 我觉得顶破头四十 反正看着比我年轻 对吧 那另外两位姐姐呢 今年58岁 62年了 好 真啊 对对对 这位 您呢 我也是69年的52岁 52 那这位姐姐呢 这位姐姐 都不好意思说自己的年龄了 我觉得我应该可以加入到他们的团队当中 加入我们这个团队的话 因为我们是动您奶奶团 所以加入到我们这个团队的话 年龄是有要求的 必须是50岁以上的女性 而且还得当了奶奶 对 而且是喜欢健身的 然后会有一定的健身成果 要线条非常好 身材非常好 明白了 您就光这第一个条件 我就没办法来到目前 那这样 今天的四位姐妹团呢 其实都已经登台了 我觉得给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展示一下 我们50多岁的人 特别是女性朋友 可以通过什么样的健身方式 让自己身材保持得那么好 那么年轻漂亮 好不好 好的 我们就用家里面 每人都有的一个藏毛巾 或者是外套都可以的 好 我把我这拖 好 我给你找一个吧 对对对 来 好 这个毛巾呢 我首先做个示范 给大家看一下 好嘞 首先根据你的润带 刚开始出几的话 你这个要折得起来 长一点 手臂打开来伸直了 首先胸腔要打开 两肩往后层 陈超可以试一下 配合你的气息 吸气往上 然后呼气往下 再吸气往上 往后可以吗 往下 你往后啊 报告老师 我怎么需要两肩毛巾 对 你的肠股 因为这个是越短就会越难 对 越短越难 对 我的达不到老师的这个 试一下 我看你最后 往后层到什么位置 对 吸气绑逼伸直了 对 往后 也可以了 到不到 到不了后面 对 对 太过了 太过了 然后第二 所以现在您可以做这个 您可以来回 您可以侧面给镜头看一下 好 首先吸气 手臂伸直了 其实这有点像瑜伽了 对 对 就是瑜伽嘛 然后后层 对 还能放两下吗 再转回来 再回来 回来可以 其实回来是更难 然后第二个动作就是 帮你改善你的原位 脱下来 然后防臂伸直了 往上 一样的 你的脚臂一定要垂直地面 胸腔打开来 然后去走关节去 找地面去 看到没有 背部胸腔完全打开 然后往上 再续续 再出去往下层 对 再往上 还可以 还可以 可以吗 有那么费劲 这个稍微好 真的不是装的 帮哥你试试 可以 就其实现代我们年轻人 很多长期浮岸工作嘛 肩颈都是特别紧 对 绑部 而且距离不变 对 对 帮哥主要是胳膊太长了 所以这个毛巾 对他来说 你看 费劲了吗 就是后背刚才有点抽筋 好 我们换下一个姐姐 再教我们一点 对 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年纪大的女性的话 特别容易就是 白白肉 这个白白肉 对 很多都是希望能够 大臂紧致一点 我们在家里就用一把椅子 就可以训练到这个地方 我们背的椅子 用掌根的部位 就是双手与肩同宽 用掌根的部位 撑在椅子的边缘 就是有椅子不坐 双脚 然后脚跟着地 脚跟着地 然后你自己的身体远一点 我们的上身是挺直的 上身是挺直的 然后我们下去的时候 吸气 起来的时候 呼气 下 上 这是练三头肌是吧 对 对吧 之前在健身房 我专门练过 后来我就不练了 太疼 这个应该腹肌 这个在做的过程当中 我们身体是直上直下的 不能就是离开椅子太远 人说这个健身 这个三头肌是最不好练的 对 二头肌其实前边最好练 对 二头好练 这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 就是我们就用自己家里的一些家具 或者是一些器 所以其实几位姐姐 我们侧面可以看到 几位姐姐可以简单一个展示一下 你们的肌肉 你看 其实都可以 对 你看几个 十 对 再次感谢 其实不需要说太多 四位姐姐往台上一站 这个形象 这个身材 无疑就是最好的健身广告 希望电视进行更多的朋友 特别是我们女性朋友 加入到你们的行列当中来 所以说你要减肥 要锻炼的时候 千万别再找什么 没有条件 受环境限制了 你看在家里 什么专业道具都不用 就可以做到锻炼 那我不知道身后的黄金舞台 四位姐姐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挑战的 我们是跳健身舞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请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是金子总会发光 加油 请登上黄金舞台 加油 加油 黄金一百秒计时开始 开始 你们这扶我撑过的 我觉得跟咱们今天跳的舞 虽然还挺搭 这有点广场舞的意思了 但其实这个坚持跳100秒 强度还真不小 有人忘动作咯 怎么回事 张大姐 你的助演跳的都比你跳得好 张大姐有点紧张 忘了动作了 来 你看身后两个人 需要加入到你们的行列当中 他们这身材还真需要练一练 这肚子 这腿能练出来吗 来吧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黄金100秒 我们的挑战继续 马上请出下一位挑战者 曹敏 有请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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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哥好 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叫曹敏 今年25岁 来自山西太原 来自山西太原 两位主持人看一下我的穿着 觉得我是干什么的 这是建筑工地的服装吗 或者是电工 技工 对对对对 我是来自热电厂的一名热控工程师 卢 但是妹妹你是我第一个见到把这个电厂的这车制服穿出了那种赛车机车服 对不对 很帅很爽 很帅很爽 就差个摩头了 今年年约我今年年约我今年25岁 然后摇替大家对公科女生的一些传统看法 好 既然说到了改变 那从哪几个方向改呢 来一对模特秀吧 热电 热电 对你的有 他得放电 前提是能放电 好 好 我觉得不行 大家节奏不要停 还是请专业的姐姐 人家看着大张手 你也模特 给你示范一下 好不好 不是 我们 我们光顾着自我的展现 没有突出产品的特点 好 比如说我们今天推荐这款 我们的模特之前没有戴安全帽的时候被砸的之前是1米8 由于被砸过之后现在变成1米7 戴上安全帽更好的保护自己 是吧 我觉得妹妹性格很好啊 对 挺开朗的 25岁的年纪 对 然后也是你们热电厂的一枝花 厂花呗 不用问追你的男生应该很多对吗 没有很多 我现在还是单身了 还是单身了 这个有点不太符合情理 符合情理 因为是过去在工科学校学习 对吧 可能一心就是钻研业务 对吧 那之前是不是就没有主动争取过这个爱情呢 没有 我参加过一档相亲节目 是你自己想去参加的 还是妈妈给你报名的 我自己想去的 就是想找个男朋友了 对 那你不是看节目里边不得特别抢手啊 没有 我给人家爆灯了 人家没有选我 是啊 你能跟我们讲述一下当时的状态吗 是因为你走秀了吗 我当时为了争取那个男嘉宾嘛 然后我就上台跳了一段热舞 但是可能就是对方家长觉得 人家比较喜欢那种斯文一点 温柔一点的 所以说不是那个男嘉宾没有选择你 是他的爸爸妈妈 我觉得是 你觉得是 就是他刚要选的时候 他妈就说不许选他 为什么非要选他呢 对啊 他有什么好呀 他长得帅 身高超过一米八 唱歌好听 哪人呢 北方人 北方人 名字是俩字还是撒字啊 俩字 对 我坦白 我参加过一次相亲节目 我是不是太肤浅了 其实不付钱 有时候北方人身高一米八 然后性格好 爱开玩笑 其实这样的人往往有一颗特别细腻的心 有一颗爱心 而且在家里能够勇于承担 无论是外面赚钱的工作 还是家里面刷完洗衣服 带孩子 扫地 做饭 这样的活都能干 不过这样的男生呢 天下难找 随缘吧 那所以说你今天来到我们黄金一百秒 也是想象大家展示自己 对 我希望大家能看到我各个方面的样子 也希望电视机前上了年纪的阿姨 如果喜欢看跳舞的 来找我吧 好 好 以后这句话很重要 来找我吧 接下来你有一百秒的时间可以证明和展示自己 好的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那请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是金子总会发光 请登上黄金舞台 黄金一百秒计时开始 黄金一百秒计时开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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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栏目 欢迎你们 谢谢 谢谢主持人老师 现场的观众朋友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大家好 我们是来自多彩贵州爽爽贵阳的 泽耳根乐队 欢迎你们 咱们先不说眼镜的事 先说这个乐队的名字 泽耳根乐队 这个名是谁起的 这个名字是我们的队长陈昌海起的 是因为他爱吃吗 第一是爱吃 第二呢他和我们很像 因为能吃的那个根啊都长在土里面 是黑暗的 所以我们要像哲耳根一样 把根扎得更深 然后唱出贵阳 唱出贵州 唱到全国 虽然根扎在土地里很深 是的 它是黑暗的 但是它上面其实透露出来的阳光 一样是可以感受到这个世界的 对吧 对 此刻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个兄弟五人 其实我们可能多多少少都有一点点了解 四位的视力都不是太好 对吧 对 所以你们这个乐队的组成 你们是同事还是同学的关系 我们是毕业于一个学校的 都是校友 是盲校吗 你们毕业 我们是一所那个职业学院 所以你们五个都是同学 对 我身边的这位小哥哥呢 这个他是我们学院 就是下面的设了一个酒店管理专业 然后他随着酒店管理的 所以你们五个人是同学也是好朋友 对 当时就是组这个乐队的时候 是因为杨志和我一个班嘛 然后他非常喜欢音乐 所以那个时候在学校的时候 我就跟跟随他一起 就是一起学习弹吉他 然后我们从学校离开以后呢 各自都为了自己的生活 然后就上班 后来我在贵阳开店以后 我就想我们这个梦想 这个音乐还可以 就是说继续做 然后慢慢的就这样 一步一步的从18年 我们就组成了这个折耳跟乐队 明白了吗 明白了 这个店指的是 开了一个盲人的按摩店 对 对 然后这个梦指的是心中的音乐梦 音乐梦 对 所以大概我能听懂了 就是现在兄弟五人 这个乐队平时排练的场地 就在队长开的这个按摩店当中 对不对 嗯 所以就是 那顾客就是一边来按摩 一边可以听歌 是这样吗 是 我们的客人这块呢 不仅喜欢我们的按摩 然后呢也还会 来按摩的时候 叫我们唱歌给他们听 这样的话呢 音乐配上按摩 从内到外都放松了 我们的口号的话 我觉得让我们扬您来说比较好 好 其实是这样 就是说 很多客人啊 在来到我们店里面 做推拿的同时 我们给他们表演音乐 他们觉得特别好 就给我们来一段小口令 说是 心灵手巧 手法好 养生健康 活到老 民谣流行 样样会 加个钟也不收费 这个最后一句 最后那句最重要 一直关心 说到你们去按摩 然后唱完歌 会不会要加这个小费啊 加服务费 不用免费 对对 这个没有 很多客人来 进来的时候 不知道来的是什么地儿是吧 对对对 很多就是 听到我们的音乐走进来的 这里还有 你们在做音乐 我还以为是琴行 或者什么水晓什么的 对对对 竟然聊到你们的音乐 你们的歌声那么有魅力 当然由于我们这是北京啊 不是贵阳 可能我们我和潮潮 我们先过去一趟 也不是特别方便 能不能在我们北京的黄金舞台上 临时地感受一下你们的歌声 可以 可以 给我们来一小段好不好 好 好 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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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 我家门前有条波 被红色塞摩 三坨塞摩 是 等待一看 1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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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2 2 2 1 走都走不走 走不走 星期路去弹珠珠 星期天去九马球 九马球 多起毛毛走都走不走 走不走 好棒啊 好听哦 好听好听 而且我觉得它这个旋律 特别的能上口 特别洗脑 对对对 而且我觉得很亲切 因为我觉得贵州的方言 跟我们湖北其实很像 所以我完全能够听得懂 他们在唱什么 差不多差不多 对 所以我觉得这是好的音乐 最简单的旋律 是的 然后最简单的歌词 一下特别抓人 对呀 把好多这个朋友 一下就是带回到自己的童年 是的 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 这是 是有少数民族风格 加入到当中了吗 有有有 因为我是贵州前西南的 前西南的 然后从小就和布衣竹 在一起长大 那么布衣竹就喜欢唱歌跳舞 今年疫情嘛 就待在家里面出不气 就想到小时候 小时候玩的事情呢 就是 等等 你要说你想到你小时候 玩弹猪猪 那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就是小时候 你的视力是正常的 对吗 我的视力不正常 只能看到0.07这个样子 就是能看得见一点点 那你小时候也玩过 玩过 玩过 我一弹的时候 那猪猪一跑还没到 我就先跳到前面去了 对 就是小的这些经历 然后就把它写成了一首歌曲 这个音乐的话 其实要感谢一个人 就是待会和我们 在黄金一百秒上 他会给我们谈背诗 他是我们的音乐制作人 他叫小冬老师 然后呢 也给我们把这首歌曲 录出来了 我们这首歌曲呢 也即将发行 谢谢你们 而且听了你们的音乐 看了你们的表演 真的让我们最感动的就是 你看这个特别是四位兄弟 可能他们的人生 他们的生活 是没有光线的 但是他们的内心 确实非常非常的光明 从你们的音乐风格当中 从你们在舞台上的笑容里 我们是可以感受到的 希望这首歌早点录出来 让更多的朋友听到 好不好 好 好 谢谢 那接下来一百秒 来用你们的歌声 挑战我们的舞台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请大声地说出我们的口号 是金子 总会发光 请登上黄金舞台 请准备 黄金一百秒 计时开始 他的音色特别好听 看一看世界的繁华 年少的心中有些轻狂 曾让你心疼的故障 如今已悄然无踪影 爱情总让你渴望 勇敢到烦恼 曾让你遍体灵伤 曾让你遍体灵伤 遍体灵伤 走在游望之前的路上 走在游望之前的路上 曾梦想掌剑走天涯 表战成功 山山亮 山山亮 变得心中的梦想 山山亮 山山亮 祝贺你们 祝贺你们 来 再次来到舞台的中央 这位就是小冬老师是吧 所以整个这个表演过程当中 其实我也一直有留意小冬老师 弹琴弹得非常的投入 这笑发飘逸的 左晃晃 右晃晃 是 甩甩头发 接触了他们之后 你对他们的帮助 还是一个 就特别偶然一个机会吧 因为那个 就去他们店里面按摩 然后完了以后我就觉得 因为挺那个挺欣赏他们 所以那个当时就决定 就给他们那个 制作一张专辑 好 我们非常的期待 所以真的特别期待 通过我们 《黄金100秒》的舞台 可以让更多的朋友 认识他们 喜欢他们 支持他们 谢谢同时我们 还有《黄金大领包》 要送给你们 那请队长 来帮大家 拿上 谢谢 再次谢谢你们 谢谢 本节目奖品赞助 有百年品质 西班牙皇室用油 贝利斯橄榄油 独家提供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黄金100秒》 我们的挑战继续 马上请出 下一位挑战者 王震兰 有请 主持人好 你好 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观众机前的朋友们 大家好 观众机前的朋友们 电视机前的朋友们 电视机前的朋友们 不好意思 没事 电视机前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叫王震兰 今年二十岁 来自河北衡水 好 欢迎 看这个身材 海拔很高 你有多高 有一米九三 一米九三 应该是 在职业篮球队里 也可以打后卫 对吧 差不多 对对 所以你是一位篮球运动员吗 不 并不是 不是每个个子高的人 都是篮球运动员 那你今天为什么要抱着篮球登场呢 还穿着篮球服 对 没错 也是跟篮球有关 蓝球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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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其实我的职业是杂技演员 杂技演员 所以这是最会让观众想象不到的 因为我们印象当中的 对 杂技演员分两种 一种 假如说技巧 柔韧性的 都会是比较娇小的 比较偏瘦的 力量型的 然后下肢 或者肩膀会比较粗壮的 在我的职业生涯里 都没有碰到比我再高的 所以你应该是杂技里面 打篮球最好的 可以这么说 这个重点 咱们看球的数量 是 一 二 三 三个球上来 才想表演什么的 肯定是 对不对 对 没错 你看 我一下猜出来 来吧 表演吧 好 我先 太传统了 可以开始吗 可以 随时 转球 对吧 见过 好 但是很多篮球运动员 也会转球 别说篮球运动员 那海豚都会 这什么意思呢 跳绳 用球 篮球跳绳 这个还真没见过 所以你看 顶着是 这个有点难度 这个想不到 所以你看他很聪明 好不好 头发留这么长了 增加了一个缓冲 对 打在头上不疼 再来一次 两个了 好 球转球 有点意思 大糖葫芦 是 还能再加一个 没问题 你看这个就是 穿透这么玩的 这就是帆哥刚刚猜着的 这个是要 一手转球 一手颠球 可以 可以 不错 帅帅帅 有功底 一米九几的身高 不去打篮球 玩杂技 不可惜你的这个身体条件了吗 对 之前碰到很多人都 就没有什么篮球的经纪人呢 教练来挖掘你 我在小的时候 我也很纳闷这个问题 我都经常有来挖掘我的 是吗 是吗 所以后来是由于 所以后来是由于身高的 实在是由于 个人的天赋太差 没有胜任这份工作 你呢 之前也有人问过我 为什么不去打篮球呢 但是因为 自身是学习杂技的嘛 然后就没有这个条件去 你是从小学杂技 对 没错 从小学习杂技 几岁开始学 九岁 九岁 家人也是从事跟杂技相关的工作 不是 家人不是 那你九岁学的是哪个方向的杂技呢 就是男孩儿 就是爬杆 草帽那种 对 比较穿 表演性质的杂技 对 没办法 他这个基本功已经打下了 杂技的基本功 而且条件反射 这个习惯已经养了 看见这个球就像 对 你想他一上场 就开始就转这个球 然后捡了几个球上的天 对吧 这个是个规则不允许 是 那你除了这三个球 像你刚才给我们 带来这个表演之后 还有什么绝技 能给我们露两手呢 留到后面吧 我 一百秒钟的时间 加强一下大家 对你的影响好不好 行 没问题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请大声说出我们的口号 是金字总会发光 请登上黄金舞台 黄金一百秒计时开始 这还是跟刚才差不多呀 一会一定会有升级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这两个球到现在都还没用上 来了 因为我们也不是专业的演员 真不懂 这个球变大了 对于这个颠球来讲 是难了还是简单了 我觉得看对谁了 你看他手这么大 我觉得对他来说应该就 对吧 好 我们看什么时候 第五个球能够用一下 好 来了 挑战成功了 祝贺你放下篮球 拿上我们的黄金大礼包 祝贺你 希望你继续加油 下次挑战六个球 好吧 好 谢谢 你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黄金一百秒 我们的挑战继续 马上请出下一组挑战选手 有请 你们好 你们好 大家好 我是一名杂技演员 叫赵淼淼 来自山东几年 欢迎您 你呢 大家好 我叫周欣怡 今年十四岁了 我也来自山东几年 我正在学杂技的路上 我说你怎么和旁边这个 这个人长得那么像呢 这是你的杂技老师吗 对 猜对了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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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猜对了另外一半 对吗 所以你们的关系 既是母女的关系 又是师徒的关系 对 那两年多现在已经掌握了哪些技能了呢 像一般走钢丝啦 高空啦 然后一般呢 她都能接受了 就两年是可以表演了是吗 对 但你妈妈这个体重也是走钢丝的 妈妈这个腿看着好像是 也不粗 我没说粗 我那个意思就是你肯定不是顶钢 感觉这么苗条 不像是力量型选手 对吧 她是表演什么项目 她主要就是登大纲 登大纲 所以刚才妈妈说 我的腿也不是特别粗 所以您是登钢里面腿最细的对吧 别老看透别说透 你本身那个钢的自重就大概有 以前练功的时候小的时候 这个钢都是咱家以前成麦子的那种钢 也就是真实的水泥打造有200斤 所以说人家举重运动员是用手来举重 您是用腿来举重 对 那接下来这样吧 咱们也让妈妈给我们表演一下 打个样好不好 好 来 我们的道具已经摆放完毕了 那接下来我们看身后的这个平衡 这个竹竿是干嘛的呢 主要给超超展示一下 我们黄金舞台上的叫 人体旋转目 不能猜错吧 对 好 那请您做准备 咱们让超超也看看啊 人体 好 还有个 奇怪 上个椅子姿势的吧 好 过 我们的选手 选手吗 竹竿 用脚 顶起 好 我来帮你拿着 这谁来做呢 就女儿一个人做吗 那当然这边是我们的把侠 这 还是一位成年男士 对 这体重相差也太大了吧 这项表演的难度就在于 这个双方体重有一个匹配 嗯 这么快就找着平衡了吗 对 好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转了啊 哇 其实这样的表演啊 之前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过几次 哎 你看咱这回大侠的 变莎被欣赏了 以前都是我来参与啊 变莎被欣赏了 表情比较痛苦 但这次你看 这个 加了一个变莎 女儿和大侠 大侠 你怎么也感觉有点紧张呢 大侠 那大侠风范哪儿去了 大侠 这回合我没上 让你上 就是为了让你显得比我帅一点 好不好 好家伙你还不如我呢 感觉大侠有点晕车了 哎呀哎呀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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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侠 大侠 大侠是这里 大侠你还跑吗 大侠 大侠你怎么回事 大侠 大侠 大侠晕了 大侠 真的晕了 大侠 赚得太快了 等会儿 大侠 大侠请留步 大侠 等等等等 大侠还能走直线吗 来 你还能走过来吧 往前往前走一走 大侠 可以找着 和柯甲把茂园 盖得严严实实的 怕别人认出来你是吗 让我们认识一下 你的庐山真面目 不是有那么晕吗 下来 什么样的感受 跟我们分享一下 非常刺激 非常刺激 你刺激你落地 你也得落门一点啊 没站稳 没站稳 你说吧 咱们的舞台是 那么精益求精 注重每一个细节 你作为我们这个 淘汰环节当中的 这高大上的代表 大侠你落地 啪叉摔那了 扣二百块钱 好不好 可以可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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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特别刺激 谢谢 虽然这一项呢 叫人体旋转木马 是非常好的一个 亲子的这样的一个游戏 但是我们普通人 确实也是学不会 这只能是你们家的一种 这个母女之间 增进感情的方法 但是其实我重点要聊的是 这个台上的二位呢 既是母女的关系 也是良师益友的关系 但是其实如果说到 我们身边这位选手 他的学生可能不仅仅是 女儿一位 据说还有很多的小朋友 都是你的徒弟 对吗 是的 给我们讲讲 我们家就是有 二三十个徒弟 小子到四五岁 就是每天还用 都在尿床 就是刚才我录之前 还有孩子给我发信息 老师你走了之后 他天天尿床 吓我一跳 就说孩子给你发信息 老师你走了之后 我又尿床 他们都是什么样的孩子呢 一般都是家庭不好 父母利益的 就是 是你主动找到他们 还是他们来选择 找到你这位老师 他们主动找到我 为什么呢 他们感觉就是 我们确实能教给孩子 更多东西 不管是我的孩子 还是在我旁边的孩子 我一样就是 都是只要在我身边 都是自己的孩子 他们一般在家 也都是叫我妈妈 都叫你妈妈 那您太幸福了 有这么多孩子 因为他们小 不懂得什么是父爱 母爱 他只要见到女的 从见到那一天 妈妈你真漂亮 我喜欢你 我叫你妈妈 我说可以 不过他见到男的 也说爸爸 其实就是在孩子 成长的过程当中 有一个人去关心他 照顾他 让他感受到那种爱 对 所以你替代了好多妈妈 给这些孩子们爱 谢谢你 当然接下来 言归正传要聊聊 母女俩接下来 挑战的黄金舞台 虽然只有一百秒的时间 但据我了解 好像母女二人 也是精心准备 是 这个也是 曾经上过春晚 然后我们是 又增加了难度 也是我们的首创 所以你的目标 是登上今年央制的春晚 对吗 好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来 请大声地 说出我们的口号 是金子总会发光 请登上黄金舞台 黄金一百秒 计时开始 感谢 太 RUSSIA durch 请不吝点赞 提订 欢迎订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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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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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致敬和挑战我们春晚上面的一个精彩的节目 我们也希望央视的春晚导演可以留意到 如果真的有机会的话 也希望能够圆你们舞台表演的梦想 好吗 希望你们继续加油 谢谢你们 谢谢继续加油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黄金100秒 我们的挑战继续 马上请出下一位挑战者 曹怀奖 有请 女朋友好 你好 你好 现实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先和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 我来自改革之乡 帝王之乡 美丽的安徽凤阳 我是一名厨师 所以您今天你看看人家 凡哥 给您那个 烙饼的厨师 对 那是香葱味的 这是凤梨的 凤梨的 对 我拿一块这个 真的脆 好吃 好吃 而且又脆又薄 所以您是餐厅里的面点师傅 对 我是专业做肥饼的 我做肥饼做了有20年了 做肥饼的 然后做好之后切成这么大块 是的 因为它这个饼甩得很大 用油煎出来的 不是炸出来的 而且我们做出来的这个肥饼 它就是之所以能这么酥脆 首先与大肯定是有关系的 而且我们里面不添加任何防腐剂 我们经常是因为火面的时候 要想面有劲到 里面加上牛奶 加上鸡蛋 加上盐 做出来肥饼比较酥脆 那明白了 回家防腐剂比较健康 所以抓你再吃一块 明天就坏了 对啊 这个是香葱芝麻的 好好好 谢谢 当然今天曹大哥来到舞台上 并不仅仅是给我们带来 他做的肥饼 更重要的是要 骄傲地跟大家介绍 自己过去的一个数据 我做肥饼整整做了二十年了 而且甩出的肥饼将近有七十万张左右 七十万张 也是吉尼斯世界记录保持者 英国的那个吉尼斯 对 英国的 我是2009年创造的 当时最载的地方是七十六厘米 最大最薄 指的还是这个肥饼 对吗 对对对 大指的大到 大它就是量力是最载的地方是七十六厘米 但是如果要是他这样量的话 他这个肥饼就是能量到一米多一点 一米零三 我明白了 就是给所有参赛的选手 都是同样大小的面团 看谁肥的饼最大 对 所以在规定的时间 当时您是多长时间 我当时是一分三十六秒 一分三十六秒 在众多选手当中他做的那个饼最大 所以您是怎么做到了又大又薄 然后还不破呢 因为我做这个肥饼一直在坚守 我从2001年到现在 就是有时也会成功 有时也会失败 有时在餐厅里做肥饼的时候 刚开始技术不怎么好 有时把这个肥饼甩到人家身上 顾客的身上 还有甩到地上 还有甩到墙上 都有的事情 所以我就是立志 一定要把这个手艺 一定要把它做好 那也不甩丢了 是吧 对对对 那今天给我们展示一下 这么多年您的一个修炼的 一个成果好不好 现场给我们来一个小表演 可以可以可以 来 请上道具 好 现在案板上正好有两块饼坯 那咱们就是曹大哥 就带领我们的主持人 让我们也感受一下 好 是 我可是 那我们超超也能不能 学啥啥都行 那超超学会第一项厨艺 以后别人问我 最拿手哪道菜 我终于不用说是西红柿炒鸡蛋了 好 来 您跟我们讲讲这有什么 笑门 甩飞米的时候 右手 左手炒下右手炒上 把它旋起来 您慢点 好 旋起来 好 左手炒下右手炒上 来 左手 对对这个右手这样 对对对 一阵一反 然后呢 一阵一反 甩 甩 甩起来 对 好 对 好 不错 下来的时候 怎么总是就不能 你要换个位置 要不然它这个面上不容易 手要不停地动 你会觉得你的饼 越甩越长了 对对 甩方了 再换一遍 方了 你甩成个三角形 好 每次调整一下位置 对 甩成个方形了 对 左手炒下右手炒上 往地 不是往地 往桌上甩 来 主持人 你甩我这个 我来 我来把这个救一下 左手炒下右手炒上 对 左手炒下右手炒上 这个 好 对 大点手就这样 有点感觉了 对 从薄号可以甩过来吗 对 对 对 你不理它 对 对 不错 找到感觉了 对对对 这甩的这个挺好的吧 换个方向再转一转 对 再继续 左手炒下右手炒上 左手炒下 对 一正一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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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对 好 配上点音乐 多好的舞姿啊 不错呀 对 好 配上点音乐 但是你来 一息一面 两人啊 不与头一天啊 下下三人 对呀 真的 甩大了啊 对 而且还薄了 对 像个大舌头 对 再甚至来个大舌头 我觉得还行吧 老师 你的甩的是相当好 您看它最薄的地方 也应该能赶上您那个 对 是不是 除了这有一个小洞 字都可以透出来了 对 是 但是我觉得 甩完这饼之后 我自己有点恍惚 就它其实力气还挺大 带着我一个劲的 对对对 转 可以可以可以 但是你没发现吗 这在厨房里面做饭 也是一个运动的好方法 是啊 所以能不能回去 做一个先妻良母 好好学做这道菜 但是经常做飞饼 它这个腰紧嘴不沉 它可以锻炼腰 腰部是非常那个的 对 因为天天扭来扭去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您 再次感谢曹大哥 今天在舞台上 不仅给我们的展示 而且还教会了 我们的超超 是的 我们真正地享受一下 做这个厨房里面 做飞饼的感觉 但是我要特别提醒 这里是黄金100秒的舞台 而不是吉尼斯挑战的舞台 其实两者本质上 还是有区别 别看都是有时间限制 但是对于我们的观众来讲 可能更要求 在100秒的表演过程当中 它的观赏性 挑战性和刺激性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 根据我们这样的一个 综艺的舞台 做一个挑战的一个改良 有 有 当时他创造记录的时间 是1分36秒 对 甩出的飞饼是1.03米 对吧 今天我们的时间是100秒 比上次要多出4秒 那我们就看一看 今天你甩出的飞饼 会不会比上次还要大 好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来 面向前方 大声地说出我们的口号 四金字总会发光 请登上黄金舞台 黄金100秒计时开始 开始 好 哦 这个饼还爽得点 对 哦 这个饼还爽得点 这个饼还爽得点 哦 这个饼还爽得点 哦 哦 哦 感觉是我们的曹大哥 拒白旗投降了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黄金100秒 我们的挑战继续 在下一位选手登场之前 我们先通过一段短片 来认识他 妹妹也喜欢听这歌 要说 哦 是吧 哦 你也喜欢唱 没点大点事没关系 经典的曲 韩永林的 再见 会唱吧 会唱 来来来来 来唱一段 来来来来 好 是对是所有 把四十里 可以的 这个短片有没有看出什么关键的信息 这是一个移动的KTV 嗯 是吗 可以这么讲 司机特别能唱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黄金100秒导演 最重要的是黄金100秒导演正好坐了这位朋友的出租车 然后听到他的歌声就把他师傅啊我就不去那个目的地了 您这一拐弯咱们就来到央视区录像嘛 对 就把他捎带手的带上了我们的黄金舞台 接下来咱们就掌声有请他闪亮登场 掌声有请 掌声有请尹鸿冰 你好 欢迎你 来 来自我介绍一下 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叫尹鸿冰 来自北京市通州区西地镇尹家河村 我今天39岁 我现在是一名北京低哥 这些年北京的大街小匠我是走遍了 我发现北京低哥就是名目虚传 特别能砍 你看他上来自我介绍就 对吧 洋洋洒洒 其实刚才我们播了一个短片啊 你上台之前 其实是好多人在坐你车的时候 录下的一段视频 那是您的手机录的还是乘客的手机录的 是 我有一个就是那个前边摆着一般都是两部手机 然后平时抢单用 然后呢有一部手机抢到单了 那一部手机就显示了 然后呢通常都会有爱唱歌的那个乘客 都喜欢那个唱几句 然后呢我一想呢也是缓解压力的一种方式 然后呢就是把这些瞬间能够记录下来 然后再发给乘客 然后呢乘客也觉得是一段美好的旅程 对 所以您这是争得乘客的同意 同意了 一起录的视频 是是 不属于偷拍 不属于 录完之后然后那个我怕乘客不自然 乘客您看你刚才行吗 不行我删了 对对对我说您看可以吗 然后这是刚刚录的啊是吧 我怕他不自然 然后呢那个 然后我说我给您发过一份 太好了太好了 就这样 那我觉得很好奇 就一般你是怎么样开始这个话题的 一般情况下我的电台 基本都是音乐电台 都是放着歌一般情况 然后客人上来之后呢 然后简单的一些就是 规范的礼貌用语 结束之后呢 然后呢客人喜欢聊 我就稍微的给他介绍一下 比如他想问的问题 比如北京的一些情况 来旅游的什么的啊 如果客人不想聊天 我就安安静静 开车 这是我的本职工作 然后呢就是客人如果听到音乐 想起也特别有感觉想唱 然后在那儿也不好意思的唱出声来 我说没事 我说您可以放开了唱 没关系 有的不好意思 我说您又是不建议 咱们俩一起可以一起合唱嘛 就是这样 然后这些年也交下了不少歌友 洪斌刚才讲这个 让我们特别有感触 因为北京这个城市实在是太大了 是 这个路程有时候会很远 尤其是要堵车的时候 所以路程会很漫长 这个过程是很枯燥的 如果仅仅是 因为我们都知道 全国朋友都知道 北京的低歌是一张名片 无论是介绍这个人文历史 好多方面是能跟乘客聊一路的 但是如果仅仅是说 有时候也会比较枯燥 所以洪斌呢 得选择另外的一种方式 除了跟你聊 我还会陪你唱 但是前提条件是 你喜欢听歌 喜欢唱歌 我就陪你一起聊 所以刚才我们看那个视频的集锦 都是爱音乐 爱唱歌的朋友的一个集锦 是 那重点聊聊 你有没有想到 当时坐你车的这个人 就是我们黄金一百秒的导演 我真的没有想到 然后我也就是随着电台出了一首歌 我就随意地哼唱 然后导演说 师傅您能大点声吗 所以你看有时候 一个不经意的瞬间的展现 都可能给自己迎来一次 意想不到的机遇 是 但是其实 据我们导演跟我们讲 好像你最开始的职业选择 并不是成为一名低歌 你有做过其他的工作 对吗 是的 那之前最早我做的行业是厨师 在酒店 跑了十多年在外边 然后一直到女儿上幼儿园大班的时候 然后我就发现我的孩子 比较内向 女孩 然后我觉得我这些年 这十多年亏见他们太多了 包括家人 老人 然后跟我爱人商量了一下 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 就是盖行 干什么 选了半天 好像就是出租车司机 这个行业最自由 能够多陪孩子 多陪家人 陪着他一起成长 然后我就是一无反顾地 选择了出租这个行业 三十而立的时候 年纪做出了人生的一个重大的决定 完全颠覆自己前三十年的一个人生 如果让我再重选一回的话 我不后悔我现在的选择 因为我女儿现在不像以前那么内向了 现在越来越开朗了 对 像一个特别好的方向的发展 孩子现在多大了 孩子现在十三岁 刚出二 听说孩子今天也来了 对吗 是的 是的 能不能感受一下爸爸陪在身边的一些成果吧 掌声有请 你好 你好 真可爱 拜拜 敬敬 你好 请客气 你好 电视机前的关注朋友们 大家好 我叫尹子轩 今年十三岁 就读西 不是 北京市通州区西级中学 只耐读初二 初二 欢迎你 轩轩 挺好的嘛 上台 对啊 落落大方 那爸爸说 曾经有一个阶段 你比较内向 不自信 有过这样的阶段吗 有 没有 你会怎么样的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就是不善于和其他人沟通 然后就是别人问我 我基本就 就是什么也说不出来的那种 然后一上台的话就是很胆怯 一上台 也就是当年你就上台 对吗 不是 反正就是 就是有表演的 学校的舞台 是吧 对 对 对 不敢上台 对 就是表演的时候就是特别胆怯 重点来了 因为爸爸说他为了你 完全改行了 为了你 帮助你变得今天 变成这样的勇敢 这样的自信 父亲都做了什么 平常就是 让我读些历史 然后读些故事 他给我讲他以前发生的故事 我爸爸也很内向以前 他也是这么成长过来的 所以父女俩一起读书 互相分享 读后感 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对 对 还有吗 他有时候会教我怎么做饭 哦 然后带我一起去健身 哦 健身 哦 健身 对 是 爸爸带你去健身 你爸爸练的我看见他 你爸爸是在旁边陪着你去健身吗 仔细看这个胳膊还练的还可以 哦 我以为是胖的呢 不是 是壮的 那是壮的 哦 身长不露啊 你爸爸是不是 穿上那个紧身的衣服 身材特别好 对 我觉得挺好 嗯 好 今天爸爸来挑战舞台 考验你了啊 你现在也比以前自信勇敢了 对 有什么话对你爸爸说 给他一点鼓励 嗯 爸爸我希望你能够像平常一样 特别放松 不要紧张 争取赢得最好的成绩 加油 真棒 真棒 谢谢你 嗯 那接下来就轮到老爸登台挑战了 嗯 您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那请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是金字总会发光 请登上黄金舞台 黄金一百秒计时开始 开始 你的手已回 说要往北飞 爱情被一刀渐碎 我的心一片黑 你讲得很对 说永远多累 但是这一生再回 以后谁记得谁 我以为 我的爱情可以满足你想买的罪 你 风一吹 我才知道自己早已崩溃 风往北飞 你走得好干脆 我的眼睁不开流着泪 你用一句话把一切收回 你用一句话把一切收回 我往北追 我只有往前飞 飞不回 白痴 我只想要往路 我只想要往我收拾 你给我的美 我的眼睛 我只想要往前飞 挑战成功 周德林挑战成功 黄金大礼包送给您 继续加油 你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黄金100秒 我们的挑战继续 接下来请出 下一位挑战者 董广 罗锦 变变变 好潇洒好浪漫 说是不知那是不满 男者不会回着不满 三个随你 远看近看 前看后看 近看后看 中看右看 三看下看 晚看是我看 人是好说我又新鲜 赶身就远 浪费自白的相撞 变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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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欢迎 最后一个动作 我以为要把帽子给变白了 来做个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 我叫董广 今年28岁 我们地方的一个特色的 川剧的一个表演的形式 基本算是全国普及了 包括现在的小朋友 连我的女儿都知道 你是从什么时候 开始接触的变脸 我是从08年开始 其实我是后来再接触的变脸 因为我的专业是 我是一名武术 武术运动员 对 本人师出峨眉派 峨眉派我们太了解了 就是灭绝师太呢 但我知道了 周芷若那个门派 对啊 一般都是传女不传男 对对对对 都是女弟子 你是怎么加入的 对 没有没有 其实这是一个 我观众朋友的一个误区 其实咱们真正的峨眉派呢 它不仅只有女弟子 男弟子也每个门派 都是这样的 咱们峨眉武术的特点 主要就是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比较有代表性的器械和拳术这些 好 其中就是 在咱们的金庸武侠小说里面 也写到了峨眉剑 这是最具有代表性的 然后就是 象形拳术有 猴棍 猴拳 因为峨眉山上猴多 对 那么我主要练习的呢 就是 俄眉武术代表里面的就是 猴棍 猴棍 你讲这个猴棍呢 是吧 包括这猴拳啊 其实都是从猴的一些 象形的动作演化出来的 对 所以没事你就看猴呗 就是我在刚开始接触 就是练猴棍最难的 就是模仿的猴太 然后刚开始就是 老师给我讲的时候 他也就是做动作 做动作 我觉得完全不能理解 他的那个猴太的那个精髓在那里 然后有一次呢 他就专门带我在峨眉山上 因为有很多猴子呢 然后他就专门带我在山上去观察了几天 然后他 对对 看了几天 没让下山 对对对 通过这几天的观察 悟出了哪些心得 第一个就是咱们猴子的灵敏的程度嘛 还有就是猴子我看到他就是在拿东西的时候 猴的手型 他是这样的抓起来的 这样这样大拇指他是不会露出来的 对 还有眼神 猴子和他对视的时候 他会觉得你会攻击他的那个眼神 会非常地杀伤 有杀气 他就会这样 他就一直 然后他马上就会这样来杀你 所以你看我们看西游记的时候 看孙悟空那个眼神就是不来了 对对 我也金金 那董广你们能跟我们说一下 当时为什么选择了学习这个猴派的武术 就是我也属猴 属猴 对对对 然后我爸也属猴 我爷爷也是属猴的 那是很有猴源的你们 对对对 所以说我就觉得想把这个猴棍传成好 好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请大声说出我们的口号 是金子总会发光 请登上黄金舞盘 100秒计时开始 开始 感觉这小猴染了跟奶奶灰 感觉这小猴染了跟奶奶灰 真的 还是相结合的 对吧 变变和 不会相结合 这是有点难度的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好可惜 就差几秒钟的时间 没错 而且有点小失误 这个变脸的表演 还是有一定的创新的 最后一个动作 三 二 一 黄金舞台是一个包容的舞台 无论您是唱歌 跳舞 甚至是方方面面任何的才艺 只要你能够站够一百秒 即可以挑战成功 证明自己 再次欢迎所有有梦想的朋友 通过屏幕下方的报名方式 来勇于报名 挑战自己 是 不仅您自己可以报名来 还可以为自己的亲人 甚至是拉上身边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一起来到我们黄金舞台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在节目的最后 再次喊出我们的口号 诗心的总会发光 再见 拜拜 算了 赛一辆 对 差不多 太过了 你看 时隔多少年 你差点又把顾客给抢 差点又不踩顾客身上 我还以为是二师兄弟也不住 我说我去弹住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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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小时候 是因为刚才看着猪八戒了 这舞当中被带着 随着有个头转 是吗 有这个环节吗 没有那个动作吗 受不了 略显失望 原地品牵过的班 哦 哦